你是否想要在家里种植一些漂亮的植物 但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技巧呢? 不用担心 这里有10种即使是初学者也能轻松种植的漂亮植物 让你的家园变得更加绿意盎然 同时也能享受园艺的乐趣 这些植物不仅美观 而且还有一些食用的功能 比如净化空气、驱蚊防虫、食用药用等 快来看看吧 1.仙人掌 仙人掌是非常适合忙碌的人养的植物 它们几乎不需要浇水 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就能生长良好 仙人掌的品种繁多 有些还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形状和颜色选择 仙人掌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驱赶蚊虫 让你在夏天睡得更安稳 2.钓兰 钓兰是一种非常好养的绿色植物 它可以吸收室内的有害气体 净化空气增加湿度 钓兰可以放在窗台上或者挂在墙地上 给家里增添一抹清新的绿色 钓兰对光线要求不高 只要不忘记浇水就能长得茂盛 3.富贵竹 富贵竹是一种很有寓意的植物 它象征着吉祥如意 招财尽宝 富贵竹可以直接水培 只要定期换水就能保持健康的生长 富贵竹的金干可以编织成各种造型 比如星形螺旋形等非常有趣 4.豆瓣绿 豆瓣绿又叫青叶碧玉 是一种很可爱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圆润饱满 像一颗颗绿色的珍珠 豆瓣绿对光线需求不高 但也不能完全没有阳光 浇水时要注意掌握干透再浇的原则 避免积水导致烂根 5.红掌 红掌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光花植物 它的花朵鲜艳夺目 像一只只火红的手掌 红掌可以提高室内氧气含量 还可以吸收甲醛等有害物质 红掌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不耐寒冷和干燥 浇水时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过湿 避免阳光直射 6.太阳花 太阳花是一种非常明亮和快乐的花卉 它的花朵向着太阳转动 散发出温暖的气息 太阳花非常容易种植 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就能茁壮成长 太阳花的花色很多 有黄色 橙色 红色等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太阳花还可以吸引蜜蜂和蝴蝶 让你的家园更加生机盎然 7.波斯菊 波斯菊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一年生花卉 它的花朵有着细腻的花瓣和鲜艳的色彩 像一朵朵小太阳 波斯菊很适合种在阳台或者花盆里 给家里增添一抹亮色 波斯菊喜欢阳光和肥沃的土壤 浇水要适量 不要过多或过少 8.长寿花 长寿花是一种非常好养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肉厚多汁 像一颗颗水晶球 9.长寿花在冬季开花 花朵有各种颜色非常美丽 长寿花喜欢阳光和干燥的环境 不耐寒湿 浇水时要等土壤完全干燥再浇 避免积水造成烂根 9.铜钱草 铜钱草是一种非常可爱的植物 它的叶子圆圆的像一枚枚铜钱 寓意着裁源广进 铜钱草可以土培也可以水培 非常容易生长 铜钱草喜欢阳光和水分 浇水要勤快 但也不要过凉 铜钱草还有趋光性 要经常转动盆栽 让它均匀受光 10.鲸鱼草 鲸鱼草是一种非常漂亮的吊栏植物 它的花朵像一条条鲸鱼 非常有趣 鲸鱼草可以吸收室内的二氧化碳和甲醛等有害物质 净化空气 鲸鱼草喜欢半阴半阳的环境 不耐强光和高温 浇水时要保持土壤湿润 但不要积水 以上就是10种即使是初学者也能轻松种植的漂亮植物 你是否心动了呢 快去试试吧 让你的家里充满绿色和生机